颱風快來了 市民外籍移工 竟然在台南安平關係平台 鋪上野餐店 準備野餐 海巡人員上前勸離 因為暴風圈擴大 台南也納入警戒範圍 水利局針對全區移動式抽水機組 展開巡檢 確定他們都能發揮正常功能 市長也親自前往腕力抽水站檢測 明天二十七號的下午 會達到滿潮段 風雨最大的時候又碰到滿潮段 我們會比較擔心 南區濱南陸林海側 有防風林缺口 就怕強風捲殺 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公務局堆砌太空包做好防範 颱風接近接連兩天 都有間歇性大雨 接著出太陽 正值採收期的小玉西瓜裂國了 四家還沒完全成熟 果農提前套袋 四家樹也以支架固定 並且綁上繩索 面對颱風來勢洶洶 果農做好完全準備 台南市三大水庫需學量還不夠 得一邊抗旱一邊防洪 大夥全面戒備不敢大意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新聞網絡 評論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